湯家驊議員,下一個談要忠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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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的是 staff 詢家庭 政府有一個 upright 旗子 我也是第一個入大學 這個計劃就是對每一個家庭 第一位入大學的學生 是給特別資助他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聚焦 令到那個家庭 是可以向上爬 我想問問司長 其實政府會不會考慮 從這個角度去想一想 其實政府都可以做一個 first in family 的計劃 就是說可以幫助家庭 第一位入大學的那位學生 你可以給他一些特別的資助嗎 如果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 就是推動社會流動力 是會有很直接的幫助 我希望司長可以回答剛才的兩位問題 政務司司 很多謝湯議員 那個文件給人的印象 有些地方比較單薄 我是完全明白的 因為同一時間 特區政府是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我本人 因為我又是扶貧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 凡是牽涉到跨台貧窮 向上流動 其實扶貧委員會 是在做大量的工作 在那些工作裏面 真的聚焦在教育 先要講好教育 如果教育的機會 甚至不單是正規教育的機會 而是正規教育以外的 譬如一些 有沒有機會可以接觸外面的世界 有沒有機會可以知道 究竟某些行業的運作情況是怎樣 課餘的活動 課外的參觀 甚至是出外留學 做一些交換生的計劃 我們都在那個大會那裡是研究的 所以針對湯議員特別提到的兩個方向 我自己個人是同意的 我都公開講過了 我跟湯議員一樣 我都是家裡第一個讀大學的 所以在增加機會 給現在讀副學士的學位 或者讀文憑的學生 有多些能夠進修 再讀大專教育的機會 這個我們是認真研究的 可以告訴湯議員 另外一個 理念都是很好 我都同意在這裡 我們會去認真研究 會不會有些實質的回應 譬如在施政報告 會不會 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為了 未來的2014年的施政報告 去做一個鋪牌 所以湯議員可以放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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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